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粉丝给我们寄料子来 叫我们定制的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今天有一个海外的粉丝 他给我们寄了一个包裹 他也跟我们沟通了一下 里面有四片色料 我问他要做什么题材 定什么题材有没有想法 他说不愿了 因为他看过我们好几期的那些视频 然后叫我们帮他拿定主意就可以了 我现在把它拆开看一下 这是四片小色料 他已经切好了 然后有一点那种凡价率的感觉 这种料子他的水就是稍微短了一点点 要看我们工艺怎么来调水 调出来就变成满色的感觉 然后我估计要给他做一套 四件套的一套的 接下来让我头脑风暴一下 给他设计一下 准备出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占近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应该发现了 现在的成品跟我们当初的设计稿 有一些不一样的 当时我设计的是四片前后左右的 然后下面的木制的底座 就是想做一个小墨水 因为我们后期考虑到双面金雕 四片如何组合在一起 后期的那些呈现的那种效果 就不是很理想 后面我们就省得了两组底座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细节的部位 这个就是那个文书菩萨 因为我们根据料子的那种 深层的那个色性型的调水调水 然后中间做的那个文书 还有它的座际 然后后面我们还是以调色为主 然后添加了一些那种枝条 然后下面那个做了一些楼庭隔台 然后第二片我们做的是谱弦 利用深色的地方 做了谱弦的那个座际 然后上面做了一个谱弦 然后后面也是调整调色 因为这种料子的特点就是水短 然后我们采取的东西就是镂空调薄 后面我们也是同样的那种做法 把那个深色的地方做了树的那个枝杆 该调水的调水把它调出来 这边我就做了那个地藏菩萨 然后下面利用白雾的地方 做了那个地藏的座际 手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圆皮我们还保留了一点点 后面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是做了一些枝条 因为叶子的调水嘛 这种会浓一条 最后一片就是做了一个光阴 做了一条龙 神龙富足吧 这寓意也好 也是利用这个白雾的地方 给它做了一条龙 然后上面我们就改了一点思路 做了一个浪花 这个浪花也是位的目的 也是说调出满色来 后面的部位嘛 也是一样的手法 只是变了一下 把深色的地方改成浪花 然后薄的地方 圆皮我们还是不斗 整体的画面感会更强烈一些 好了 这一期视频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我们做的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点赞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是市场龙城邦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 一个难得去评价的雕刻石而已了 记得关注我